振奮的時刻就是賽末點的出現 所謂賽末點就是一場比賽當中的最後一分 只要拿下這一分就可以拿下勝利 我們再來舉例說明 再來看一下宏蘭和阿草的比賽 剛剛宏蘭已經在第一盤6比0拿下了 後來阿草是6比0再扳回一城 第三盤決勝盤的比賽宏蘭是5比0領先 這個時候又是來到了40比0 因此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宏蘭有三次的賽末點機會 只要再拿下一分 就可以拿下這場比賽的勝率了 這場台維斯杯國家對抗賽的第四點單打 中澳大戰的第四點單打 目前對於澳洲隊來說呢 接近勝利的 勝利的腳步實際是滿接近的啦 好 阿蘭 Jones出現了這場比賽的match point 40比15 沒有 跟導演說話是要做的 他還在拼戰 然後還試圖把這個戰線給延長 對 在勝利邊緣 我想選手都會有壓力的 對 在勝利邊緣 我想選手都會有壓力的 40比30 Ellen Jones这边还有这一分的领先 同样是MatePoint的新费 最后这个球让Ellen Jones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中场的比数是6比4 3比6 2比6 杨中华是1比2落败 我想这场比赛对于杨中华来说 其实我们在比赛的一开始 就已经说了吸取经验值才是他最大的忽必 胜负先白天 好 我们请观看朋友休息一下再进行球评讲 在观赏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他们有好多的专业术语 听不懂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就挑几样比较常听见的 跟大家做介绍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S球 S球它指的就是 发球者以相当强劲的发球进入到了发球区之后 接发球的球员是连碰都碰不到 这个球就形成了S球 这个时候转播原长就会说 譬如说红篮以一个相当强劲S球直接得分 能够少一点 因为昨天成组就是输在中央 这个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内角的S球 4-2 资格也跑出发球区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好球了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好球了 4-2 资格 这个 association 他在说发球实在是没有话说 这个时候发出了一个A球4-2 取得了2分的领先 没问题 這不是的 你所謂根本來不及反應 加油 非受迫性失誤其實指的就是 在對方沒有施加壓力的情況之下 這個球應該可以很好打很好處理的 卻是打出了界外或打掛網 無端形成的失誤 就會被稱為是一個非受迫性失誤 預備 相當可惜 往前直接高壓扣差的機會 借了 非常可惜 眼看這邊要往下而可惜貼網太近 反而在高壓殺球的過程當中 自己到位不良 反而沒有辦法拿捏什麼 看到我拿球拍就知道 其實我現在形容的是一個球路 那我們常常會在轉播當中 聽到了Inside Out的這種講法 事實上它指的是我們球拍 由內而外揮擊出去 通常都是一個閃身正拍或閃身反拍 打在大對角 那球落地之後 還會再往外眩出去的一個大角度 讓對方不好打 形成的球路就叫做Inside Out 遠手的確也是實力相當的好 而且在主場也充分 發揮了他們可以為球技 真的是可喜可惡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一次呢 劉領軍人們要參賽 但是因為樹上而臨陣呢 棄賽 那這其實對哈薩克來講 是一個大力多的好消息 Outside In其實指的就是 球拍由外而內的一種揮擊方式 通常都是拼直線 或者是打大對角的球路 讓球能夠從外場繞進去球場 這樣的球路我們就稱為Outside In 在比賽當中發球是非常重要 只要你球發得好 就佔有50%的贏球機會 每一分有兩次發球的機會 每一次的出手要在25秒內完成 當然如果你第一個發球沒有進發球格 裁判會喊Full 如果兩個球都沒有進 就是DoubleFull直接失去一分 當然還有一種狀況 不管是第一發球或第二發球 只要你是觸網進都要重發 出網進還是第一發球 出網進還是第一發球 很漂亮 被突然一個大角度的變換 所以兩位選手彼此Proton是有必要的 當王宇佐要發出大角度的發球同時 也必須讓網前的某彥均知道 三號漂亮 太陽太大了 結果會昆拍 這個時候就是一次的發球失誤 另外還有幾種狀況呢 第一個腳踩線 不管是左腳站定之後踩線發出去的球 或者是你完成動作 腳跟上來這個腳踩在線上 都算是FullFull 裁判會喊Full 另外還有掛網 就是球沒有進到那個發球區內 也算是一次的失誤 當然兩次的失誤之後就會喊DoubleFull 直接失去這一分 Full 第二發 現在對中滑隊又有機會了 如果還能再突破的話會更好更有力 發球的動作先介紹握拍怎麼握 虎口沿著邊線往下滑 像握菜刀一樣這是大陸式的握法 站姿呢就是兩腳與肩同寬做準備動作 肩膀千萬不要用力要自然的往下放 再來就是你的拋球要拋在前45度角的位置 手伸直 那拋的高度就是我們身體呈一直線打到球的同時呢 最高點擊球 手肘千萬不能掉 在動作完成之後做一個收拍 這就是完整的發球動作 一般我們網球的握法有分做三種 分別是東方式西方式以及大陸式 那正拍的基本動作入門通常都是由東方式開始 怎麼握呢 來虎口沿著邊線往下滑 像握菜刀一樣 但是你的手要再往右邊移一點點 這個就是東方式的握法 基本動作做準備兩腳與肩同寬 重心微微的往前 腳跟微微的仰起 這是你的基本準備的動作 一的時候請把球拍打開來往後拉 這是一 二的時候腳跨出來做側身的動作 三的時候我們要做完整的揮拍 把球拍揮出來 讓你的左手來接球拍 最後放到你的肩膀上 這個就是我們正拍的基本動作 打開 打開 都是大陸式握拍 怎麼握呢 來虎口沿著邊線往下滑 像握菜刀一樣 這時候你的右手在後面 左手就黏上來 兩個手握好 一樣做預備動作 把你的球拍擺中間 兩腳與肩同寬 重心微微的往前 一的動作來做拉拍 把你的球拍打開 放在你的屁股後面 藏好 然後再來跨出你的右腳做側身 在三的動作的時候 把你的球拍往前揮 最後直到前面 做收拍的動作 這個就是我們的反拍基本動作 這球不忘記這一球 讓對方在腳邊沒有辦法 處理的情況下 保住發球局 宇佐在第二盤是以6比3拿下 扳回了一城 雙方盤數上1比1平手 高壓砂球的動作 其實跟我們發球很類似 只是發球它是定點站著發 但是高壓砂球 通常都是對方掉了一個高球 在被動式的情況之下 有一個主動進攻的擊球方式 通常扣砂呢 都是你很好得分的機會 我們會說它是overhead 也有人說它是smash 現在我們繼續一起來看看 這高壓砂球的失敗 好 但楊東華一開始就展現出 他ITF年中青少年球王的威力 對 果然是經過場面的 這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一般 海威斯杯其實壓力是比大 職業散毫還會更大 一般右手的選手練球的對象 對象也都是右手 而左手選手對練球的對象 都是右手 所以對右手持拍的選手而言 左手是一個非常頭痛的 對 而左手持拍的選手 右手是他們家長的 根本他天天打的都是 右手的對手 您一定聽過發球上網型的選手 這類型的選手 他的結級能力要非常的好 當然結級又有分文 往前結級和半結級 這類型的選手 他的反應要非常的快 另外不做任何的拉拍 速度也要很快 在國內結業選手代表的呢 當然 盧彥勳 王宇佐以及陳迪宇佐 他的結級是比較好的 自己的高度 盡量停留在高的位置 也就是說不要過度彎腰 因為當你過度彎腰 第一 還原會太慢 第二 容易失去高度 所以進球率也會受到影響 這是相當重要的 發球之後不要過度彎腰 其實某種程度的 英文說Stay Tall 就是說盡量保持自己的高度 好 準備來出發下一個球 趕快再往前的結級 相當的成功 這就是一種聰明的地方 現在對方的重心不穩的情況之下 在往前的結級球不值得處理 打在空檔 的確是 這就是他聰明所在 他在看出對手沒有辦法成功化力的情況下 他快速地來到前場 對手沒有辦法成功 釣高球通常都是把球打高 釣過往前的選手 如果釣得好的話呢 就能出奇制勝拿下這一分的勝利 但是如果釣不好呢 就會被扣殺得分 有什麼 還可以 還在接內 推到頂線之後打 smash 這個球沒有過 有了 有了 这个高调球太漂亮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全场的鼓掌真是欢声雷动 对这个球艺术盘表现的 的确是触变不惊 在非常重要的时刻 硬是一个漂亮的高调上线 对方完全是追不到 去玩